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思想 当我们在危险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怎么做呢 萨姆尔记上第27章的大卫 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 大卫遇到危险 什么危险 就是扫罗不断的追杀他 他很害怕 他想说有一天搞不好我就死在扫罗的手下 于是他选择逃难 逃去哪里 逃去菲利士帝 菲利士就是过去大卫打败哥利亚 哥利亚族就是菲利士人 他跑到敌恩那边 不是很危险吗 但是很奇妙的是 上帝让他在那个地方得到了 菲利士一个首领的信任 他可以在那个地方 可以居住 也得到一个城市 他也征战来攻打附近的这些城市 他都得胜 看起来大卫得到了短暂的平安 大卫心里说 必有一日 我死在扫罗手里 不如奔逃菲利士地区 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 就必绝望 不再寻缩我 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 看起来大卫真的透过到菲利士帝 得着了短暂的平安 但接下来我们看到他陷入更大的危险 因为菲利士要跟以色列打仗 而他人在菲利士 他到底要帮菲利士还是帮以色列人呢 这是下面两章 我们要看到大卫 大卫所面对极大的危险 我们看到整个过程中 请问大卫有没有求问上帝啊 哦 他并没有求问神 他解决了眼前的危机 但却在将来要面对更大的危机 若非上帝的怜悯 大卫会陷入极大极大的危险 我们呼求神帮助我们在危险当中 不是匆匆忙忙决定 也不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来选择 乃是来求问神 求神来指示我们 保护我们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肯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危险的时候 我们不要慌乱 让我们安静下来 祷告 求神赐我平安 赐我力量 做正确的选择 而经历到上帝与我同在 奇妙的保护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